2017年在台北举办的世大运 看见不论是选手的坚持 观众的热情呐喊 都向世界证明台湾的力量 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 明伟为了鼓励年轻人发挥潜力 找到自身价值与培养国际竞争力 于是成立明伟青年 2018年5月 在一场我爱淡水壳的活动中 我们举办了第一场青年活动 阳光游艇趴 吸引了上百位年轻人参与 活动邀请生涯指引顾问王振宏 透过DISC性格测验 帮助年轻人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 并善用自身优势于职场上发挥所长 我为什么会想要参加明伟青年 是因为我一直想要提升自己 然后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提升自己就会被投胎 所以明伟青年可以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之所以会想要参加明伟青年 是希望能够在职场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帮助公司提升业绩 2019年4月同样在我爱丹水河的活动中 邀请到跨国自由记者廖云杰 分享在白俄罗斯以色列等各国的亲身经历 帮助年轻人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看台湾并自我反思 我想参加明伟青年活动啊 因为想要利用假日来充实自己 而且明伟很用心的请了阅历非常丰富的讲师 那所以找我的家人共同来参与 那听完以后啊 对我们做人处事啊 有非常大的启发 2019年8月 邀请到前宏达店副总卢克文 分享职场讲座 改变未来的一堂课 鼓励年轻人用积极的态度 面对职场难题 我很开心有明伟青年这个活动 至今我已经参与过市场了 有每场活动中都让我有满满的收获与感动 因为可以跟各职场领域的青年们切磋交流 激荡出不同的想法 明伟青年讲座每场都让我受益良多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找业内成功人士 来分享他的成功纪念 他提点了我自我成长和斜杠的重要性 通过斜杠发展 才能适应这快速变化的世界 避免被淘汰 未来明伟青年会举办更多关于 人际关系、职场、国际关、自我成长等系列讲座 帮助年轻人扩展人脉 在职场发挥才能 邀请有兴趣的你一起加入明伟青年 在职场发挥才能